明年台湾就要迈入超高龄社会 那么新竹县老年人口突破了14% 设立了25个文件站 那么其中呢 五峰乡 毛埔部落 这长者人数多 需求大 成立乡内第七个文件站 节牌来启用 能够让38位的长辈 天天来上课运动 充实老年生活 没有看过沙漠吗 没有 没有 跟着热情的沙漠动感歌剧 张哲手上挂铃铛大跳健康操 展现年轻火力 五峰毛埔文件站正式接牌启用 五峰乡有七个文件站 那毛埔文件站是今年成立的 那从五月被核定之后 开始市营运三个月 到今年的十月二十七号正式来节目 那我们现在站内呢 有38位的这个长者 31位是长照站 7位是站外服务的部分 那是符合我们开站的30人 以内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相信那个毛埔文件站 会是我们乡内人数较多的 这样的一个文件站 照顾长者一个的居所 全县有25个文件站 其中五峰原有桃山花园 乐厄辣竹林清泉和十八尔站 毛埔部落长者人数多需求大 今年获圆明会补助设立文件站 成为第七个文件站 服务38位55岁以上长者 年纪最大的高龄88岁 依然行动自如 嗓门洪亮 每天都来大展歌后 运动还有手做DIY 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半 十二点这个时间 我们就在一起 很多活动 跳舞 画画 很多节目 对我们健康 身体非常的也好 大家能够在一起的话 有动动脑筋 玩游戏 唱唱歌 真的心情很怀朗 这个就是好 就是平安又喜乐 全县老年人口比例突破14% 逐年攀升 毛埔文件站天天开课 除了照顾原乡长者的健康外 透过多元丰富的课程 充实银法学员生活 身心更加愉悦乐活 好